这个萤幕说话 我怕你们会听不到 一开始呢 假设我刚刚说的 它是从暗的开始 所以一开始呢 请你选暗的颜色开始化 那背景可化 可不化 可以不用化没关系 背景 怎么陆陆续续有人加入 如果只要你们看着累 我都会进去 但是如果说你们累了 想休息 那我们就休息 那在画的时候呢 其实先不要去区分说 先不要去区分说 一定要说先把谁画完 其实不用 你就是整个一起画 只要是画面里面的暗的颜色 都可以一起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混色 那粉彩它的特性呢 是什么 从暗的化到亮的 这是它的特性 就是因为它是可以覆盖的 而且可以混色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太担心说 你画的颜色都不会没有旧 感慨了 都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然后在画的时候 基本上 在画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要控制力道 粉彩它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我如果今天 我画在 我画在这边 大力一点 跟我轻一点 我画起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 我如果大力一点 我是可以把它 把整个颜色覆盖掉 那我如果轻轻的 我如果轻轻的 我是混色 这是粉彩的特性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掌握好特性 基本上 在画的时候 基本上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 交给各位的 交给各位的技巧呢 或者是 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重点 基本上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你只要记住这些 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最怕最怕就是你忘记 那你如果自己有缺话 有去操作 其实都不用打 那我尽可能尽可能的 能完整的缺话 那也希望你们看得更清楚 那如果你有什么听得不清楚的 你都可以跟我反应 好吧 如果你有看得不清楚的 你也可以看 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我在画面里面 这些暗的颜色 这些暗的颜色 我都把它区分出来 那至于背景呢 说真的 我不太想去管它 对 不太需要去处理它 你可以先跳过背景 那我现在目前画的色彩 其实都是偏暗色 你如果眯眼睛看 你如果眯着眼睛看我的画面 其实你会发现 它跟原本的暗 好像差不多 它代表我画的成功了 那如果说有些需要谷的 你再回来 然后接着我会开始 那我跟你讲 你们在画这个色彩还原的时候 基本上怎么判断说 这个颜色适不适合画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这个白 这个白很亮 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可能选这个 很深的蓝色画在这里 对吧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怎么看就是不适合出现在那 所以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直觉的 比如说这个黄色 不要拿 等一下 比如说我拿了一个绿色 我拿这个绿色 那你觉得我这个绿色的亮面 它适合出现在哪 我这样画 我这样画 它出现在这些地方 它好像还OK 不会显得特别突兀 所以基本上 那个色彩的配置是很直觉的 当然也不是说 我这绿色直接画上去 还是要去浑色 那接下来回过头来 这边 我们继续照我们的步调去画 我刚刚画的是暗的 那我们现在慢慢的带到 灰的 然后慢慢的等一下才会慢慢带到 比较练肥 但是不要急 因为我今天 我今天来学校的时候我发现 好像开始自备容器人家 开始不接受 就是有些店家 他开始不接受 因为他觉得疫情那么严重 那像这边这个远方的葡萄 我就用一样的红色 但是我轻轻的发 轻轻的就好了 我不要太加力 那这里也是 因为你看这个灰 它这个灰其实没有很亮 也没有很暗 所以我这个红就轻轻的发就好了 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各位大家的水水 有没有 你继续画 好 我如果太搞了 要跟我讲 那接着呢 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回到这里 这颗西洋林身上 西洋林身上 我就可以带 我可以带一些绿色 我现在手上已经有超多 魏嘉显迟到了 谢云婷迟到了 你看像我们现在画这些颜色 画上去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假设我用这个颜色 很直觉的 这个颜色就是灰的 那我画这个颜色上去 就太亮了 所以代表什么 它不适合画在这里 所以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去思考一下 你选的这个颜色 它适合画在哪边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画在这里 它衔接起来又很顺 那就代表它画的位置是对的 所以在画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急 你要急着说 我直接一个颜色 然后整个画到尾 整颗都把它涂完 不需要 然后西洋林本身 它可能有一些 黄黄红红绿绿的 那些都可以做为参考 那你都可以去上色 那在画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粉彩它可以混色 所以我画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选择用混色 那我在混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 混色之后 比如说我这个绿 我要先戴一层红色 我再戴这个绿 它的灰就刚刚好 它就不会显得很突兀 那这边呢 其实稍微 会有一点点反光 所以在这边呢 我选择用浅一点的绿 来戴 然后它的旁边外围 然后接着再混过头来 一样 用绿色的去戴它 去混色 那如果说你想要让它 正亮或者混色的话 我记得去使用混色的这个功能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我想要让它亮一点 但是我家里面 那边现有的这个颜色 它可能画上去又太亮 那你就先画一个暗 然后再画背 就是用混色的方法 让它达到刚刚好的色阶 那因为其实我们的调色盘 或者我们的工具说真的 其实很有限 而且我们制造出来 我们去买的材料 不管你是买什么 60色90色或是几百色 其实都一样 因为回到我们真实世界 你会发现我们的真实世界 的颜色更丰富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些色彩 它并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的画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其实你要尝试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尝试的事情是 你要试着去混色 而不是太依赖 太好色盘上面的色彩 那当你去混色的时候 其实你所能做到的层次跟效果 就更丰富了 这才是你的优势 好 那这个夕阳梨带到这里 我就先不画它 这时候我要回过头来去画葡萄 为什么 因为夕阳梨我如果再继续画 它就画到亮面了 但是我们在画整张画的时候 一定是整个的暗 暗全部都画完之后 回来画灰 灰画完之后回来画亮 是整个一起进行的 那并不是说 我今天事先把某一个东西画完 并不是 那接下来我这边会处理的是什么 我在 这个白色的瓶子身上 我稍微带一些暗的颜色 因为等一下我要混色 我要实行混色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去混 我拿了这个紫色的 有一点点分分的颜色 然后去混色 然后我就看 它分出来的灰 是不是我要的 那如果是我要的 那我就保留它 然后在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在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这边也是 记得在画的时候 不要一次的把它画完画满 因为一次把它画完画满的时候 其实那个画面 你后面会非常难画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急着去把它画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去盖的是什么 这边的灰色 然后底下的暗色呢 我们可以瞬间一起 如果刚刚有漏掉 我们就稍微补给它 各位请记得那个 怎么进来的 我们下礼拜一样 就是这样进来 不要再找不到 然后下礼拜一样 先准思好不好 不然前面讲的 有没有听到 不然可行 那在葡萄的底下呢 葡萄的底下 我可以带这种粉色的 粉色的紫色 给它带一点感光 那接下来呢 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拿更粉的颜色 然后去带 然后去带 也是一样带灰色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混色 这时候都还没有混色 我先不要急 然后看准 怎么现在才有人进来啊 怕卡车呢 找好了 回过头来这边 那因为这边呢 我仔细讲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 这边呢 因为这边都是周围 这个东西是白色的 但它周围呢 有葡萄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你一定要带上一些些暖色 所谓的暖色是什么 可能就是 红色啊 橘色啊 这些的色系 就是跟葡萄相关的色系 那它的关系它才会增强 它才会像是葡萄在上面 不然它会感觉 它们好像不同世界 哎呦 怎么一直有人这样慢慢的进来啊 我希望我那个 努力的在想要怎么克服 你们 因为上礼拜你们说 那个画面不清楚 就努力的克服它之后 你们可以更正正的学习 不要把那个花纸不好当做 这个借口 好不好 这边 这边它有一格一格的 你们先不要离它 在画的时候呢 先就是整个先画它的量归案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看我现在手上的 粉彩已经这么多了 对 那 接下来呢 其实一样 我们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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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样的颜色 但是那个白一定要留着 郭炳玉 我K人 你今天才来 第一节课都要下课了 老师郭炳玉说他还在吃春水糖 K人呢 认真一点 认真一点呢 跑出去吃春水糖 请不要当疫情破口 好吗 如果你们不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我们就是一直这样上课 好吗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粉色呢 带完之后 混一点点红色 粉紫色 带完之后 带红色去粉色 那它本身的最亮 你一定要保留 你不要一下子 直接把它画掉 那画到这里呢 我在西洋林身上 我还是会带一点点红色 为什么 因为它周围有我们的葡萄 那画到这里 接下来回过头来 我们可以开始去带葡萄的最亮 但是这还不是最亮的 只是先把它的亮的程式带出来 那你要分一下 谁离光比较近 那我就把它画清楚一点 那谁离光没有那么近 那我就不要画那么清楚 所以你要控制力道 当它今天是焦点 是主角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画大力一点 重一点一点 去封钱它 就像我讲话 我如果讲到重点 我当然就大力一点 用力一点 有看不懂的 随时要发文 那后面在这里 我就轻轻地画得好 那以现在来讲 现在这画面其实已经快要快要接近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 我们葡萄的料面都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回过头来 在西洋林的 像里的亮面 这边也是一样我说的 我们等一下要混色 我们要混色 那刚刚这个黄和现在我手上这个黄有差 所以这时候我再更亮的黄 我刚刚幻想到 如果说这时候大家都在停班的时候 大家如果都选择停学 那说真的 其实这时候反而是你好好学习的机会 然后你充斥的机会 如果很多人这时候选择不学习 那这时候你好好学习的话 你反而要超浅 超浅的 我觉得是一个大好机会 这边一样 我带更亮的绿色 那等一下我一样会混色 我不会就用这个绿作为结尾 接下来我会选择用黄色 稍微去混色 然后还有更亮的黄色 去带出它的亮面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我用这个浅的绿色 灰的绿色 我去带色彩 然后做出不同的层次 好 那在带到这边的时候呢 接下来我回过头来 我们去画这里 这里 这里的灰 我们这时候都还没有带到最亮的 虽然说还没有带到最亮的 但是我已经满身都半了 到楼 在这个亮面 然后底下 底下也是一样 特别也是 轻轻的给它一些些 然后补一些亮的 等一下我们就会去带更亮的 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我应该手上超多粉彩的 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用这个 稍微 再灰一点点的 黄 还不是最亮的 稍微涂出来一点点 顺便带一点葡萄给它 应该是说顺便带一点颜色给葡萄 好 语法用错 等一下呢 开始我要带更白的 好 现在我才拿到白色 刚刚我都没有用到白色 好 接下来还是用白色的轻轻的去分出层次 去分出层次 上次我画的那个你们有回家有画吗 你们在家里有画吗 我PO出 我PO在加斯顿里面 你们有画吗 有吗 有吗 诶 都没讲话 都睡着了 有 有 松弦回复了 很好 云婷也有画 很好 周两位同学有画 QQ 真假的 有两个人画 你们过 诶 你们要画 不能复画 好 那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 请你们传给我 传给我 传给我问 那接下来呢 我会把 我会把这个 一条一条的这个 最亮的 稍微把它分出来 大概的把它分出来 大概的把它分出来 那这边的亮面 好 那这边呢可能有一些暗的 我们也稍微去区分一下 这边的亮面 这边的亮面 其实你要控制力道 好 因为这是 这是暗面 所以你在画这边的 好 我们选到一个 没有那么白的 这个是很浅的蓝色 粉蓝色 我用粉蓝色去画 让它就不会太白 好 那在这边我一开始画 葡萄的枝 不是那个葡萄枝 是葡萄的树枝 很难讲 那我一边画绿色 然后接着呢 回过头来 我去粉色 好 那有一些地方的暗面 有一些地方的暗色 那就稍微去把它加暗 好 让它不要那么的清楚 不要那么的 好 这时候你可以回过头来 可能有一些些被吃掉的 你就可以回过头来 去画它 我现在手已经快满了 那我们要不要拿笔 那接下来我会画夕阳离的部分 好 星辈你要重灯 好 等你 好 这边呢 我们回来把那个暗面 稍微補一下 好 那夕阳离的白 我们把它画出来 看准在画 那其实已经快要 差不多画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 去把一些重的稍微去加强 有一些东西去把它加出来 好 那至于说在画面里面 画面里面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 说真的 其实既然它 我都说它不重要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画它 好 然后像这个亮的 我就稍微大概的去勾勒一下 然后我用紫色的 然后我用紫色的 去稍微去带一下 OK 那回过头来在这边 西洋离的部分 我说的这个方法呢 它是一个超级好的方法 这个练习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很快速的 练习到你的素描能力 然后又可以在练素描的同时 又可以帮助你去增强你的色彩能力 而且你看哦 你根本不需要构图 它都已经帮你构图做好了 所以这个方法 其实说真的 超棒的 那这边我稍微把桌面带一下 好 如果 我到时候也会开一个 那个佼佼作业关注 如果你们都有佼佼作业 如果在下个礼拜以前 我希望你们这样 如果你们都有佼佼作业的话 那基本上下礼拜 我就不会开视讯 看你们一个一个话 我就会再继续示范 那你们就可以继续看我的话 所以 其实 我会怎么交 其实决定权在于你 你特不认真 你努不努力 好 那这张基本上就这样完成 可以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